老首长 谁安排你们住这儿了 省政府接待处的汪处长 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你看这沙发 这不挺好的嘛 出来乍到 有地方住就行了 那不行 这让我欲信何忍啊 王处长 你是怎么搞的 洪学志将军从北京来吉林省工作 按理我们省领导要亲自去接 你不但没有汇报 却自行去接战 这不仅仅是对洪学志将军的不公 而且违反正常接待规则 你又把他安排那简陋的房子里 你是怎么想的 周副省长 我认为洪厅长是犯了错误的人 你想想 他正因为犯了错误 才下放到咱们这里当厅长的 是 我没有请示领导 就去车站接他了 这是我的不对 但是 我也是为了让 让省领导避避嫌 少点瓜哥嘛 你放屁 我实话告诉你 洪学志将军即便是犯了错误 他仍然是共和国的上将 是一个老革命 王处长 你知道吗 洪学志将军 他曾经走过长征 打过日本鬼子 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是一个军的司令员 从东北打到海南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是副司令员 打败过美国的军队 他出生入死 为建立信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现在仍然是一个老革命 而且还是正经八百的厅长 王处长 洪学志将军从北京来吉林工作 你千万不要另眼相看 我们共产党 最要不得的就是势力员 明白 明白 我现在就把任务 给你交代清楚 我们必须为洪学志将军 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嫂子 嫂子 我又给你添了几件家具 是吗 来来来 快进来 放这儿吧 放这儿吧 好 放这儿吧 来 书长 电话放哪儿 嫂子 电话放哪儿啊 你看着安排吧 要不放书房吧 行 来 这儿来 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回来了 都去玩去吧 真乖 来 儿子 把伞拿过去 谢谢你啊 周副省长 嫂子 你也太客气了 叫我什么副省长呢 叫我周光就行了 你本来就是副省长嘛 有 老首长 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 我早见阎王了 还什么副省长呢 过去的事了 不提了 如今啊 你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住处 我更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 孩子们 这房子好不好啊 好 你们应该感谢周叔叔 谢谢周叔叔 这雪下的可真大呀 老首长啊 我家就在那边 有空过去坐坐吧 好啊 到你家找你下两盘棋 看看你的水平有没有长进 哎呦 我真的好多年没有下棋了 我在家等你啊 好好好 走啊 江 江 江 门宫 哎 别别别 哎 怎么 哎 哎 你干啥 这炮在哪儿呢 炮就在这儿呢 我没看见 没看见 你这 你这是干啥 真没看见 缓一步行吗 你 这我干没有 你 你 你还怎么这样了你 我没看见缓一步 咱们多少年没见 你怎么又添毛病了你啊 我真没看见 没看见怎么能行呢 下棋你就得集中注意力 你没看见怎么行呢 不能后悔啊 您是老首长 您有大将风度 我本来就下不过你 别别别别别 哎呀 输了就是输了 你怎么能毁棋呢 你毁棋能毁到哪天去啊 不是 这不是没看见啊 没看见 我僵死你了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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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我认了啊 都说人生就是一盘棋啊 其实我觉得下棋就是玩玩 可人生这个棋啊 不好走啊 你什么意思啊 老首长啊 庐山会议这步棋你不会啊 你又提这事干什么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一个共和国上将 后勤部部长 他冷不丁到我们这儿来当厅长 真的无怨无悔啊 后悔啊 悔什么呀 想当年啊 我家里是穷的 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是走投无路 这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啊 那个时候 我把我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我时时刻刻准备着流血牺牲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想过呀 根本就没想到我能做官呢 现如今呢 推翻了旧社会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建设新中国 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当什么官 还不是为了把咱们国家 给建设好 让国家强大起来 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 对啊 是 我现在被降职使用 但是我现在呢 没觉得有多傲嗓 我还能在工作吗 我还能为人民 为党 我继续做事情 我还有何求啊 最近呢 我想下渠一趟 下渠一趟 下渠一趟 去哪儿啊 我现在还是农机厅的厅长啊 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想和厅里的其他领导 还有工程技术人员 下到县 乡 村去调查 了解农民的需要 制定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 步骤和方法 你看怎么样 好 太好了 那我陪你一起聚吧 好 那 那咱就再下一盘棋啊 我可以让你一回 不 这把我绝对不会聚 来 我就不信了 好 好 来 咱们好像拉不动啊 走 帮帮去 走 帮帮去 走 帮帮去 来 老乡 来 来 打把手 来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谢谢 好嘞 好 慢点啊 大叔啊 送粪哪 为什么不套个牲口 赶个大车来送啊 人都吃不饱 哪有饲料未伤口啊 还指望老天爷 能给我下点饲料啊 你吓嘀咕什么呀 这是省里来的领导 王先生 我知道是大干部 再大的干部 也不顶粮食啊 所有的工人们都在这里吗 对 这都是一线的工人 那一台机床是生产什么的 这是生产拖拉机龙骨的 不错啊 不错 挺好的这点 师长 这面是生产拖拉机刹车片的 小师傅 这一天能生产多少个 这个我一天能做六个 是这样 好 这个大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是生产后槽的 这个车间有多少工人哪 三十六个人哪 洪部长 听说这所大庙啊 是当年共大四平时六宗的指挥部 是 洪玄之 你个大骗子 你不让我去山东吗 跑东北干嘛呀 这冰天雪地的 我他妈到了东北我才明白 骗咱们的 是黄虾子和红麻子 你们东庄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带上 太好了 带上我一天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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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首长 我觉得 您还是我的心 不武生气 您写个字句 我心里就踏实了 非常好 成四妹 我的好兄弟呀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了 是不是累坏了 张文啊 今天我下去调研 我到四平去了 去四平了 到四平农机场检查工作 没想到的是 奴机场的后面啊 有一个大庙 那个大庙就是当年 我们打四平的时候六宗的指挥部 当年六宗伤亡了四千多人 很多人我都很熟悉 所以啊 到现在我还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特别是那个臣四妹 连个完整的尸首都没找到啊 现在全国解放了 但他们长眠地下 我站在那十杯前啊 我 我特别地扎心呢 还有让人心里更过不去的 那就是四平的经济建设 我真是没想到啊 现在的四平 就跟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差不多 新中国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 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没有粮食 还吃不饱饭 我站在烈士的名字前 我这心里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说当年的那些战友们 我们拼了命的打仗 我们为了什么呀 血肉脂躯 粉身碎骨 我们为了什么 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今天的老百姓 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我一直在想啊 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 一定要给老百姓多干点事 要不然我们将来 我都没脸见那些烈士们呢 可是你现在这个情况 估计是有劲也使不上吧 我还是农机厅厅长 我起码可以 把吉林省的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把吉林的农业我促上去 我让当地的老百姓吃得饱 老百姓的暖 只有这样 我面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才不会脸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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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双合 双合 你怎么来长春了 出差啊 不是 我特意过来看看你和首长啊 好 快 来 不用 进屋去 都坏了吧 没事 来 等多长时间了 没有 我刚到这儿 快快 快进屋去 怎么不打个招呼呢提前 我 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 嫂子 你这个双合呀 这棵树可有年头了 是啊 老红 老红 快看看谁来了 来 快进来 老红 快来 快看看谁来了 双合 双合 你怎么来了 你个傻小子 你看着我干什么 走走走 走走走 那边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孩子们 这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孩子们 小师 来 拿着 红羊 来 拿着栗子 红莖 真好看哪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好 好好好 双合啊 这板栗可是好东西啊 我们小的时候 一饿 就靠着板栗冲击啊 这可是大别山的宝贝啊 我们进寨以后 要多多地种植板栗 好 好 出去玩去吧 快吃吧 去吧 你看你 来就来呗 还带什么东西啊 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特产 对了 还有呢 你看 看这鸡蛋 这样 都是我媳妇养的母鸡下的蛋 可不了 双合 我这几年没回去 乡亲们都怎么样啊 她在门口都站了半天了 可是动坏了 快坐 快坐 快坐啊 这鸡蛋够大的 好啊 你说说 这些年 乡亲们过得 不知道咋说 实话实说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 乡亲们呀 跟着吃了几个月的大锅饭 天天是砍树练钢铁 砍树练钢铁 最后这钢铁没练出来 树都砍没了 就这样 还能铲出母铲超过一万斤稻骨的卫星 五九年的时候 就开始饿肚子 吃糠 吃树痞的都有啊 那清醒 就跟咱们当时 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似的 金寨饿死人了 不过 这两年 情况稍稍好了一点 也没有人砍树练钢铁了 也没有人放母铲超过一万斤的卫星了 乡亲们 就是 每天吃这个 稀饭 南瓜青菜 勉强能填饱肚子吧 书长 不提这个事了 乡亲们现在都担心您哪 知道您落难了 我比乡亲们强多了 我落什么难 您就别瞒着我了 咱家乡现在有报纸 有广播喇叭 这都有了 乡亲们都知道您落了难 受了委屈 有人说你是 幼青机会主义分子 有人说你是反党分子 甚至有人 别说了 首长 我要说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吗 双和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不知道吗 要说你是反党分子 打死我 我也不信 你那么大声音干什么 首长 我知道您受了委屈 我这次来 我就是想留在您的身边 你说够了没有 我没有落难 没有受委屈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不 首长 我这次来 我就是想留在您身边 我不想再走了 首长 双和 别往心里去 嫂子 这么多年没见到首长 她对我都冷淡了 哪会呢 你别在她面前 提什么落难啊 委屈啊 嫂子 你帮我跟首长说说 让我留在她身边吧 双和 她现在在奴机厅工作 我现在呢 在一家橡胶厂工作 我俩也都挺忙的 一天到晚也顾不上家 家里还有孩子 这确实需要有个人照顾 过会儿啊 我跟她说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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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马上过去 我看看那台收割机 好 好 我出去一趟 省里啊 从德国买了一台收割机 准备让农业厅的技术员学习研制 我们有自己的收割机了 好啊 双和 我没时间陪你说话 叫你嫂子给你做饭吃 双和想留下来 双和 我家里是需要人 可你家更需要你啊 首长 我想好了 你就让我陪陪你吧 雪智 就让他留下来吧 好 香阴未改 病茅催啊 是是是 从洪四军见面到现在 有三十多年了 是啊 这往事啊 是历历在目啊 那个时候 你说咱俩 谁啊 原来是 洪厅长也在 王处长啊 王处长 你好啊 洪厅长也是来汇报工作的 有什么事你说吧 好 既然汪处长要汇报工作 那我就先走了 别别别别 工作还没谈完呢 洪厅长也不是什么外人 有什么事你说吧 要不还是洪厅长 先向周府省长汇报 明天我再向您汇报工作 那行 那我先走了 好 周府省长 这是刚收到的 北京发过来的文件 来 这不 又来一个文件 来 下棋 看样子 你们家以后 我恐怕要少来了 最近啊 北京那边风云变幻 你别忘了 我这头上还有个帽子呢 你老是跟我这个头上有帽子的人 经常混在一块 怕倒是会连累你啊 老首长 你说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看你的脸色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这文件啊 反正也要传达到厅集 来 你先看看吧 你看看这几句话写的 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 以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 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请各级党委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中央怎么会下发这样一个文件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看来是山羽欲来丰满楼啊 找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老首长 我真是替你捏把汗 来 咱们喝茶 无论天下大事怎样纷纷扰扰 我们这茶呀还是要喝的 下次咱俩喝茶呀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今天咱们俩喝好茶 好 喝好茶 好 喝好茶 柳安瓜瓶 来 嗯 好 来 好喝 好喝呀 周光 喝这么好的茶 怎么没有一点小模样 老首长 你真的应该有四项准备呀 你知道这刘安寡骗 它为什么这么有滋有味吗 我可是在茶厂干过苦力的 之所以好喝 有滋有味 考制起来很有讲究啊 哼哼 想不想听听 好 说说看 这六弯瓜片啊 它不光是炒出来的 它是炒烤出来的 这生茶采下来呀 第一步 先是拉毛火 哎 这拉毛火要选择精选的利探 烘到八九成干的时候 你再减去那些黄片 漂片 红金 老叶等等 这第二步 就叫拉小火 这拉毛火后一天 开始拉小火 每一个红龙要头叶五六斤 这火温呢不宜太高 要烤干了为止啊 这第三步就是拉老火 哎呀 这拉老火的场面 那是很大 几十个炭火队啊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排在一起啊 木炭通红 火焰冲天 你得至少两个人 抬着这个大烘龙啊 烘上三五秒钟 然后再拿下来 翻页 再抬上去再烘烤 直到叶片绿中带霜 就得赶紧趁热 装捅蜜蜂 你知道反反复复要多少回吗 多少回啊 八十一回啊 八十一回 对 就因为这九九八十一回 这六安瓜片 才这么有滋有味 这人嘛 这人嘛 不也是如此吗 无论遇到什么风霜雪雨 火烤邮件 既然赶上了 就只当是这八十一回烘烤吗 我还可以说 我这一辈子啊 我活得是有滋有味 我没有虚度年华 我问心无愧 我问心无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洪学智因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问题被揪了出来 受到了无休止的批判和替罚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内乱中 洪学智的信仰和他的人生态度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洪学智 抓过来 放好些点 站好了 洪学智 你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吗 我是三反分子 好 你还算实相 那就老实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吧 我是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 我一 我反封建压迫 二 我反帝国主义 三 我反国民党反动派 几十年前 我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就是为了推翻这三座大山 我让中国富强起来 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 洪学智 给我放老实那儿 洪学智 你是又臭又硬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只有低头认罪 才是唯一的出路 司令 洪学智这家伙 又臭又硬 应该给他轰出器官 下放到农场 让他劳动改造去 好 就这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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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和 首长 您回来了 我听说 这两天造反派闹得挺厉害的 就是周光副省长 也当做走资派抓走了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弄吧 弄吧 好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为什么要劳动改造啊 你什么罪名要劳动改造啊 三反分次 你回反党 说你反毛主席 反社会主义 你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放心吧 他们爱怎么斗怎么斗 反正求饶的话我不说 违信的话我也不说 这 这 你 你 怎么就成了三反分子了 老红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 命折不安的人 可这不是小事啊 可这不是小事啊 三反啊 老红啊 老板 你放心 无论 无论匹斗多难以忍受 我都会坚持下去 早晚有一天 会分出个是非去之的 更何况 咱们枪林弹雨里闯过来 连死都不怕 我还怕被劈被动吗 我这一走啊 你一定 要挺住啊 无论咋样 都要坚强地走下去 当年在延安 宏大的时候 你听到我背叛八鬼的图形 你那个时候 不是挺坚强的吗 过去的大灾大难 咱们怎么传过来的 还记得我们入党宣誓的时候 说的话吗 永不叛党 我们既然把一生都交给党了 那不管是福是火 还是风风雨 我们就得坚持走下去 因为咱们对党有信念 有信念就有信心 有信心就有明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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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没什么想不开的 从当红军的时候开始 我们的身边就倒下了多少战友 常愧 臣四妹 吴老强 我总觉得我的身上 担着他们的责任 就凭这个 我们也得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不能倒下 坚决不能倒下 一九七零年六月 未经组织程序批准 洪学智就被吉林省阁委会专案组 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 这一年 洪学智五十七岁 小伙子 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啊 小伙子 问你呢 为什么不说话呀 他是个哑巴 不会讲话 这孩子耳朵不聋 就是不能张嘴说话 他在农场里喂马 别看他叫小哑巴 说不了话 可是他人很聪明的 看 这匹马就是他养的 多肥壮啊 到金宝屯了 洪学智 你以前当过总后勤部长 现如今呢 到了咱们金宝屯 来接受改造教育 今非昔比啊 就给你安排点 跟后勤有关的事吧 好啊 那是干我的老本行啊 你就去咱们家宫连 接受改造教育吧 同志们 咱们好好干啊 这个高连长说 咱们这豆腐 做的不是软得像鼻涕 就是硬得像石头 我们又不会点卤 能把豆子打成豆腐 就不错了 软就软吃 硬就硬吃呗 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豆腐还是要好好做的 要不然 高连长看见我们 又吹胡子瞪眼了 反正 高连长长了一双 近视眼 哎 观察得还挺仔细啊 你是不是还发现 它是个笼子 哎 对对对 是个笼子 说话像打架 高音老了 笑啥晚上 笑啥晚上 哎 高连长 不好干活 不好打豆腐 再超着巴火的 笑啥晚上啊 没笑什么 还没笑什么晚上 那我给你带个人来 以后他就在你们这个豆腐房 跟你们一块打豆腐啊 哎 林长 你咋叫个老头来给我打豆腐呢 你说什么 你大点是 你咋叫个老头来给我打豆腐呢 老头怎么了 啊 老头就不能打豆腐了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跟他同吃同住同熬动 带着他打豆腐 嗯 哎 练长 哎 他岁数和我爸差不多大了 我咋和他相处啊 他是谁啊 咋相处 你这样 你下午啊 你找个时间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听了没有 是 哎呀 老红头啊 你啊 就在他这儿 跟他们学一学 咱们打豆腐 好吧 好 谢谢 你姓什么 姓洪 多大岁数了 五十七了 打哪儿来的 长春 豆浆出锅了 快点炉 哎 哎 别别别别 先背记 等会儿再点炉 怎么 你会点炉啊 马马虎虎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 点炉啊 是个技术活儿 点炉啊 早一点不行 晚了一点也不行 哎 你们都记着啊 点炉的关键 要看这豆浆的热气 哎 它只要热气直了 就可以点了 哎 现在就可以了 可以点了 你试试啊 好 我试试 我试试 哎 试试 是的 拿他 训练 好的 你还是个人 知道 你发现吗 对 来 请进 好 以后啊 咱俩就睡一个炕上了 好 来 喝点水 好好 跟你这个典禄高手住一块 以后就不手打豆腐了 来 好好好 有点烫啊 这以后啊 就叫你老红头行不 老红头 咱们这农场里面 只要上了年纪的人 都叫老绳头 姓张的就叫老张头 姓李的叫老李头 您不姓红吗 就叫老红头 好 你就叫我老红头 好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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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老红头 咱们去食堂吃点 好 正好尝尝你今天打的豆腐 看看怎么样 好 尝尝 你不来吃饭呢 干啥呢 没看着开饭了 来来来 接下 今儿这豆腐怎么样 这不还没吃呢吗 您尝尝 尝尝 您吃锅了 哎呦 烫 行不行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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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吃你的 哎呦 今儿这豆腐不错呀 是不是 好吃吧 啊 你这谁长得这么好吃 那得谢谢你啊 胡扯 我又不会做豆腐 你给我请来一个豆腐师傅 什么豆腐师傅 谁啊 老红头 老红头会做豆腐 哦 做得可好了 有哦 你别说啊 这老同志有俩下倒 哎 你知不知道 这老红头是干啥的 不知道啊 他干啥的 你真不知道 哦 吃完饭 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我告诉你 这老头是干啥的 我去哪 姑娘 你是个赤脚医生啊 吃个饭还背着药箱子啊 我刚出诊回来 就遇上吃饭了 把药箱子放着 坐下吃 好 大伯 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是刚来农场的吧 对 我是刚来的 你这么大年纪喽 到农场来干嘛呀 干活啊 劳动啊 今天的豆腐真好吃 好吃吧 大伯 你姓什么呀 我姓红 叫我老红头吧 行 老红头 姑娘 你姓什么呀 我姓杜 叫杜红宇 听你的口音 你像是浙江人啊 对啊 对啊 我是从绍兴到东北的知青 知青 就是知识青年 有文化 小杜 你是赤脚医生 有文化 还有专长啊 他们上什么专长 我还得好好学习 嗯 是啊 人啊 就得活到老 学到老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更是应该学习啊 老红头 你住哪儿啊 我跟豆腐房的那个小孙 住在一起啊 您跟小孙在一起啊 行 有空啊 我到你们那里去玩 好啊 欢迎你来啊 听明白了吧 小孙啊 那个洪学智啊 是个三反分子 三反分子 没弄错吧 怎么弄错了呢 洪学智 这个名 你听说过吧 好像听说过 和那个抗美援朝的副司令 同名同信啊 啥同名同信啊 就是他 不会弄错吧 连长 你耳朵不好使 不会听错吧 我耳朵是不好使 但这么大个事 我敢听错吗 他 他不是老将军吗 怎么能是三反分子呢 老将军 上面说他是老将军 他就是老将军 上面说他是三反分子 他就是三反分子 那一伙老将军 一伙三反分子 咋就这么别扭呢 别扭啊 你别扭 我更别扭 小孙啊 你在这些知识青年里面 表现的算是不错的啊 这个领导知道你 一直要求进步 所以呢 对你很培养 很重视 我对你啊 也是另眼看待 所以啊 这次洪学志来 你啊 得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 你还要把他平时说什么 做什么 特别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异常的举动 你得及时向我汇报 听见没 连长 你这不是让我当特务吗 你换个人行不 小孙啊 让你去跟洪学志三同 这是咱们嘉宫连党支部的 郑重决定 咋的 党的决定 你也敢不听了 啊 可 嗯 嗯 小孙啊 你回来了啊 回来了 小孙啊 我从家里带来的苹果 我去给你洗洗 你等会儿啊 小孙 干吗呀你 刚才我看见老红头出去了 干吗去啦 上茅房了呗 你这精神不太对呀 生病了 对呀 生病了 那我给你看看吧 看你犯犯发烧 没有 没有 我这病啊 你治不了 治不了 你小瞧我是吧 咱们这农场那么多人 感冒呀 呕吐呀 发烧呀 生烂疮啊 哪个不是我治好的 我这不是感冒 发烧 生烂疮啊 那你怎么了 想知道是吧 嗯 你知道这老红头 是什么人吗 不挺和气一个老头吗 他大名叫洪学智 洪学智 这 这名字挺耳熟的啊 听说过 就是那个抗美元朝的副司令 洪学智 上将啊 啊 现在他是三反分子 三反分子 那 那你跟他住在一起 不是很危险哪 怎么 你刚才不爱说他是个 和气的老头吗 人心磕肚皮呀 你天天跟他住在一起 反正我是不放心 你小心点啊 这回你也担心了 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 小杜也在啊 来 你来吃个苹果 小杜 这姑娘 来 小孙 来吃一个 小杜也不吃了 王大 你来吃个草 快吃吗 我吃个草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孙 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是不是我打呼噜吵到你了 没事 您是打了点呼噜 我今天刚到农场 一路坐车可能有点累了 你先睡吧 我坐一会儿 贝贝 您先睡吧 不不不 你先睡吧 我坐会儿 您先睡会儿 我看会儿书 别 别 你先睡吧 我 这么睡为了 你 什么我 我 这么睡 哪里 哪里 呢 那 小孙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什么心事 我这个老红头啊 来到你们农场 可能打扰了你们知识青年的生活 很抱歉啊 老红头 能问你句话不 问吧 你的大号 是不是叫洪学智 是啊 我叫洪学智 抗美元朝的副司令 洪学智 就是本人 老话说得好 好汉不提当年用 说实话 我听说过您的名字 您是大将军 只会过千军万马 可怎么就 散犯分子了 小孙啊 你先睡吧 早点休息 明天早晨还要打豆腐呢 你先睡 我出去走走 快睡吧 老红头 听说你以前是北京的大干部 怎么会打豆腐点卤呢 老红头 你们家解放钱是不是开豆腐房的 我家还开豆腐房啊 那开豆腐房是要点小本钱的 我家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 哪有开豆腐房的本钱 这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 哦 那您怎么会打豆腐啊 说来话长啊 打小日本那年啊 我带着咱们康大的学员 从延安出发到苏北的路上 没吃的 大家饿的是前心贴后背啊 怎么办呢 哎 终于弄到了黑豆 弄了很多黑豆啊 给占什么吃 可天天吃黑豆啊 不好消化 我们就想办法 突然就想起了打豆腐 可是打豆腐最难的呀 就是这点卤啊 没有人会啊 这怎么办 我们就找了当地一个 姓周的老大爷 哎呀 这老大爷可好啊 就把这点卤的技术交给了我们 那段时间我们的战士啊 天天地吃豆腐啊 开了 这打豆腐 关键就是点卤 你得看这个豆浆冒得气 直了 哎 那你就赶紧点 你看现在 火候就快到了 老红头 你也算是老革命了 怎么 怎么 会是三反分子呢 对 我是三反分子 我反封建压迫 我反帝国主义 我反对蒋介石反动派 三反分子 笑啥呢 笑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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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笑 没笑 我老远就听着一个个哈哈的不好干的 嘎连长 嘎连长 我们大家伙啊 一块儿干活 说说笑笑的就不累了 是 是 对呀 是 是 你储的干啥呢 傻乎的 给调子嘎的好脉呢 回来 你上午帮我使劲 我给你算是 哎 哎 啥事啊 说 没事啊 你没事 没事你上这干啥来了 你叫我来的 我叫你来的 啊啊 对 那个 老红头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啊 挺好你刚才笑啥呀 就刚才有个那个知青 他问老红头怎么是三反分子 老红头他就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了 老红头承认了 啊 他说他自己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 哎 不是 老红头说他一反封建压迫 二反帝国主义 三反国民党反动派 这三反 那我说的吗 这老红头还挺有意思啊 都到这份上了 他还说笑话呢 啊 我看这样 咱不让他在豆腐房干了 让他上粮库去扛妈的包去 你把这种教育 conste 你认为喝酒